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文彦,我是一位拥有超过8年经验的商业律师,一向来都在Vanilla Law LLC从事这行。 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包括新加坡本地与海外的中小企业。 在这博客系列当中,我们将与其他企业家、企业助理专家,了解、分享他们在中华商业文化规范内交流的经验。 这期我们很有荣幸,有何嘉峻先生作为嘉宾。 OK,嘉峻,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嘉峻,我本身是新加坡人,然后我是从事一个会计事务所跟移民公司,然后13年前建立的这个公司, 然后名字叫做全球出海宝,然后我们主要的业务就是一个会计事务所,服务,本地企业跟外资企业。 然后我们是也有做全球移民,就是包括投资移民等等。 对,所以嘉峻,你继续说。 然后我之前是在一个会计事务所跟还有政府部门,比如说税务局,还有经济发展局,还有财政部。 刚开始的时候都在政府部门,然后到四大会计事务所十多年,然后才三年前才创业。 所以嘉峻,可以分享一下吗? 什么让你觉得你想要自己出去闯一下? 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突然间说我要下海? 嗯,对,所以那时候是刚开始疫情,然后我的孩子也大了,然后我也累积了不少年的那个税务的那个国际税务的经验,对吧? 然后呢,我就想说,不如找个合伙人一起创业,然后累积了那么多年的税务经验,就想在这个专业领域开始,然后主要就是想服务一些高端的客户,比如说这些高净职人群啊,帮他们设立家族办公室啊,还有一些外资企业,帮他们设立总部啊,等等。 所以刚刚才你提到说,呃,你主要的客户是这些高净职的人物,呃,可以大概叙述一下,就是说,呃,这些客户之间,他们有没有一种的比例,就是说可能本地的比较多,还是海外的比较多? 呃,我们比较多服务海外的,海外的客户。 对,在这些海外的客户当中,呃, 华人这些客户大概占了多大的比例呢? 华人的客户当中应该是有80%吧,我们的客户。 哦,所以可以说是大多数吧? 对,大多数,我们大多数都是服务中资企业跟华人圈。 嗯,了解,了解。所以,这些中华客户呢,你经过了这么多年服务这些中华客户,你觉得他们与其他客户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呃,他们主要就是比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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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你提供服务 然后还会转介绍一些客户给你的 所以这就是华人圈的特征 说到建议关系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建议关系的方式 有什么特征吗 是不是说他们 比较喜欢在某种场合 或通过某些活动 与你建设这种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 可以说是一个商业关系 还是个个人关系 这个关系是 其实个人关系跟商业关系都重要 因为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那种 比如说高端的高净值客户 这种个人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有些客户是因为 比如说是上市公司 或者是那种高科技公司 规模可能比较大一点 那些可能工对工的关系也重要 就是不止你要跟他们的创始人 他们的老板建立好的关系 也要跟他们不同层面的这些管理层 还有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要有培养好的关系 所以说到这个 因为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说 在一个中华公司里 有这些阶级或层级的一些不同 所以你觉得在中华公司和可能说本地或其他国家公司 这公司里的这个结比的成绩有什么特效呢 你是说他们的级别吗 还是什么意思 就公司之间的级别 他们就是你会觉得可能说是有没有什么文化差异 还是说公司大那么这公司就比较多级别 然后这级别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正式一点 或者说如果公司小那么大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随和 比较接近个人关系呢 有可能有可能 但我觉得是看情况吧 因为有一些客户他们是比较注重这个个人的关系的 但也有一些客户他们是比较注重群体跟那个公司对公司的那个关系 OK 说到跟关系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觉得中华客户他们比较喜欢在某些场面 或通过某些活动去建立这种个人关系 还是说他只要可以跟你有长期的接触 那么这个关系就可以时间久的就比较亲密呢 我觉得也是看关系也分很多种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中国市场也差不多有三年的那个经验了 然后我每次出差到不同的城市都要建立不同方式的关系 比如说我到那个香港的时候我会跟客户跟渠道说我之前是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做这个税务专家的税务顾问 然后我到了深圳我就会跟那边的企业家说我也是初创企业来中国市场就是想打开市场赚钱的 然后我去到上海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其实也是在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EMBA当这个科创教授 然后我去到北京 比如我就会跟这些客户讲说我之前也是在政府部门的 我是在经济发展局做了多少年多少年 税务局多少年等等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城市的那个文化跟建立的关系的方式也不一样 这就很特别了我们是头一次听到是有这种的不同的差别 对 所以得到这些客户之后呢 你觉得除了建立关系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或是其他事项应该特别注意的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刻这个圈子也不大 对不对 然后只要保持这个专业的态度 客户跟渠道还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要在这个行业持久的话 那个名声跟那个专业态度是还是很重要的 对 嗯了解了解 所以如果像如果你碰到一个比较年轻的你 然后你想要传达一些智慧吧 你会跟她说些什么呢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啊 呃 因为创业都难 然后呃 尤其是如果你要呃 你一个呃外籍人士要打入中国市场 这个是呃 更更难了 那呃作为比如说我是一个新加坡人呃 呃也算是呃呃 呃外籍人吧 如果你要打中国市场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然后这整个中国市场跟新加坡跟东南亚都完全不一样 虽然说呃呃在新加坡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对不对 我其实在三年前创业之前还没打中国市场前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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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地的文化 他们的思维 他们商业的模式 跟建议关系的方式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 也要经常观察 跟读一些新闻 关于这个区域 跟中国市场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 会比较了解 那边的情况跟趋势 然后第三我觉得 也很重要的就是 要找对适合的团队 跟合伙人来开展这个业务 尤其如果比如说 我当时 如果你要我自己 来打入中国市场 我觉得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是找了一个 有中国背景的一个合伙人 然后我们才一起 开发这个市场的 对 说到合伙人和团队的话 那么你觉得 要找一个适当的一个合伙人 必须应该注重什么事呢 或者说你应该先 找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不急 因为你找一个合伙人 就很像找一个伴侣 或者是一个配偶一样 其实甚至我觉得更难 因为他要天天在工作上 在事业上 要跟你配合 打配合 然后天天要商量策略 然后如果是方向一致的话 我觉得会走得很远 但如果方向不一致的话 会脱离整个业务 然后尤其是创业期间 这个更困难了 所以我觉得找一个合伙人 这个是比找一个伴侣 跟那个配偶更难 OK 那么加俊 你还有什么吉他的见解 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呢 对 我觉得 新加坡刚好在这个阶段 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尤其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因为中美关系 贸易战 还有他们的那个科技战 然后就显示到 就是很多中资企业 尤其是科技的 或者是敏感技术科技的 有关的这些企业 很多就想要有一个 比较中立的一个平台 来打入欧美市场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找 比如说新加坡 作为一个跳板 来拓展他们的 那个海外的业务 然后有一些甚至 把他们的那个身份 不管是个人创始人的身份 或者是公司 企业的那个总部的身份 转移到新加坡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另外呢 刚好也是 到了一个阶段 很多行业在中国 的那个市场 已经是成熟了 所以很多都通过 一带一路 或者是有这个 出海的一个倾向 包括跨境电商 就准备打海外市场 尤其是东南亚 东南亚在整个世界 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 所以是非常大的 然后新加坡 又是在整个 东南亚的一个中心 所以很多也是选择 用新加坡做一个跳板 来打东南亚市场 然后东南亚市场 虽然大它有十个国家 但每一个国家的 那个商业环境 跟那个发展的 那个经济环境 都不一样 不同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通过 新加坡这个平台 来打这个东南亚市场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趋势 就使到在我这里的这个行业 就有一个风口期 所以我觉得那些要考虑创业的 可以考虑在新加坡 打造一些中心化的一些业务 然后中国市场 其实是很难这个不枯裂的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 只要中文OK 然后了解市场 然后以这个专业的方式来服务 找客户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有这个很大的商机了 OK好 谢谢嘉峻 不用 感谢嘉峻抽空参与今天的播客 对着播客有兴趣的听众 可以订阅我们的电邮更新 或者成为播客的未来嘉宾 感谢嘉峻